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三十年没有通着 那就是在2008年之后 美国联储局 就是Qualitative Easing 一次很大件事 接着疫情又Qualitative Easing 一次很大件事 而拜登政府为了挽救经济 Build Infrastructure 就用了四五万亿的下去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直都没有通着 那这个就是以前的经济学已经是不能够解释的了 忽然之间 2021年就通胀来了 那就是联储局多多认为这个通胀是暂时的 是因为disruption of supply chain 这个供应链受到干扰 那结果就是2022年 再加上俄乌战争呢 这个通胀就相当之严厉 去到9点几个percent 这个是三十年来 未曾见过 三十几年来未曾见过 那这个联储局的加息呢 亦都是几十年来未见过 由0至0.25个percent 短期内加到5.25个percent 这个速度是未见过的 于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你这样急速加息呢 就是美国呢 就是会进入衰退 那这个令我非常惊讶的 因为呢 我是看不到美国有经济衰退的象征的 因为呢 你要陷入经济衰退呢 是要大部分的经济 都出现收缩的现象 尤其是是几件事是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employment 只要那些人有工做 那经济就会衰退 第二就是他们加新的有务人工加 他们之前支持到的消费 第三点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前景的信责 那最近这一次呢 就是你看到呢 CPI 和核心CPI呢 就是大跌 但是呢 employment呢 依然是稳定 那些人的信心呢 就是 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呢 依然是坚固 于是呢 就很多人呢 这个看法 市场的看法呢 就开始接受呢 这个是一个soft landing 一个soft landing呢 又就是怎样呢 就是经济增长没有短期内 跌到 这个半个percent 或者0.75个percent 那就是 那就是 也都没有陷入衰退 那就是soft landing 这个就是 好了 我们慢慢看这件事 未看之前呢 先看一看大家 我们这个帝王鱼子象呢 就是 底到呢 你就能信的 这个就是 它是 Oxtra 这种 沉鱼 做的鱼子象 它呢 就是 十二年喔 养了十二年 那条鱼才会用的 十二年的鱼子象呢 就大粒很多 那就是 轻炎的 3个percent炎 那就一直到 7月31号 现在呢 就开始送货了 就是卖七八八十元 三十gram 三十gram呢 如果你普通吃一顿饭呢 就是七八个人呢 都够吃的了 就是两三块饼仔仔 这个是 现在呢 我们不是 街道 周街都没有的 那么优质的鱼子象呢 买一送一 七百八十元 如果你就是我们的熟客呢 我们还做了invitation 给你呢 送了一瓶酒呢 那 大家看看 Good consumer price index 先烂 是那个 general price cpi 是跌到下3个percent 就是这个 联储局 是把目标定在2个percent 这个是 那现在呢 这里还差1个percent 但是核心通胀呢 就没有跌得那么多的 4.8 为什么核心通胀没有跌得那么多呢 就因为 这个 那个 那个 核心通胀是不包括食物和能源 而能源的价钱呢 那一年呢 是跌了16个percent 那油价由一百三十几元 一直跌到来七十几元 所以能源的价钱呢 就大跌 食 能源呢 就一部分呢 就决定了 这个食物的价钱 因为食物的logistic 是用很多钱的 所以核心通胀呢 反而跌得快 这个 这个非核心通胀 这个 一般通胀跌得快 而核心通胀呢 就跌得少的 为什么跌得少呢 它有两个factor呢 就跌得少 一个呢 就是这个 二手车 一个呢 就是shelter 就是你住一间屋要多少钱 他说要计算 就算你买了一间屋也好 他都计算 假如你住这间屋 要交多少钱租 来估计那个 那个通胀 你要付多少钱 那个county tax 这些东西呢 是要计算的 这个 那这两个factor呢 就不跌 这两个factor呢 就跌得慢 所以 核心通胀呢 就跌得慢 但是呢 它都是回跌 还有呢 这个 这个通胀跌到三呢 那就会影响到 那些人的心理的 这个就是 大家看一下 但是联储局呢 就永远prefer 第二样东西的看 就叫PCE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那个呢 就不包括了housing 在里面的 其实是 那就是 减了食物 和燃料之后呢 你看到呢 它反而反弹了少少 都是站在四点多 在四点多的level 但是呢 你看到呢 那个 美国的工厂出产数 出产 是这个 生产量是减低了 就是经济活动能力呢 就减弱了 这个就是consumer goods 消费者 用的东西 和商业上用的东西 就是这个 电脑啊 这些东西 business equipment 我们看看其他的factor Durable goods 内用品订单 增加1.7% 预测是减0.9% 新屋销售大幅度增加12.2% 只是这个东西 已经令到呢 这一季呢 是没有衰退 因为呢 它计算了 GDP 预期是跌1.2% 内用品预期跌不跌 新屋预期跌 结果加12.2% 消费者信心啊 升到10.97% 是2022年初以来最高水平 我都说 经济是什么 经济就是人心 你对前景有没有信心 而你敢不敢洗钱 如果经济信心这么高呢 是非常难衰退的 而且这个人工是加得不错的 而且这个失业率是很低的 这个救济金的人数是很少的 这些完全看不到 大家看看呢 这个 美国的经济学家是不停收席 那个会不会衰退 越将衰退越摆越迟 觉得不会衰退 这个呢 蓝色 就是以前的Sherway 是觉得第三、第四、两季都衰退 这个是最简单的 力以下 就是会觉得连续的衰退 现在呢 就觉得呢 这里呢 是力 依然觉得第四季会跌少少 那就躲避了recession 现在的consensus呢 就是无经济衰退 因此美国的股票呢 就很厉害 去到4505 大家看看 最低的时候呢 3,800 这个是一年前 现在呢 去到4,500多 尤其是科技股很厉害 首先呢 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呢 就是NVIDIA 当然很厉害 苹果很厉害 那跟着呢 就是呢 就因为CHATGBT4呢 就带起了这个 Microsoft 那呢 而呢 Google呢 又推出了BAT 说不错 那Google呢 又反弹了 哇 你真是不要看死他 这个BAT 呢 就是咸鱼翻沙 製了个flank 製了一亿 最近呢 就轮到BAT 反弹 这个是 But that is another story That is another story 纳斯达克指数就更厉害了 是起了四成的 其实不是的 科技股呢 是翻倍的 那就是第二件事呢 就是 你看到美元的index呢 是大跌 为什么美元index大跌呢 认为 七月底加多一次息之后 以后不会加息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认为明年三月很可能减息 于是 那个美元index呢 就跌了 这个就跌 是人民币 就借着这件事呢 来到反弹的 其实是 就所有的货币都反弹 而人民币呢 是反弹的 这个是 大家看一下利息 是急跌 这个 十年期 3.808 我再解释给大家 大家听 现在是5厘 现在是5厘25 那为什么它是3.808 你要估它5厘多久减息 十年平均的利息是多少 这个利息是多少 来到和这个比较 这个是risk free的东西 它们十年股总平均呢 就是3.808个利息 其实呢 这个就是市场的consensus 因为你一买呢 你就持有十年 或者 不是十年 现在买到maturity 就持有八年 去到maturity 你都是拿3.808息 然后就100% 拿回你的本质 那你就要估计 这八年 高利息 是支持多久 然后最后低利息 平均数多少 这个呢 就是市场的consensus 当市场的利息 股的利息 它们现在呢 有日股呢 就明年3月呢 就开始减息 所以 就是股的平均利息呢 就大跌 如果股的平均利息大跌 那些 churchary notes呢 那个价钱就升了 这个呢 就是调整债券的价钱呢 就升了 那这个监察工具是怎样呢 这个是 认为7月20多日 会加息的人呢 由96.7 减到94点多 但是呢 几乎认为 加多二分一来呢 是肯定的 就是加到5.25到5点 这儿呢 就是这次加息的顶了 大家都认为呢 下次呢 是不会加了 这个就是 好了 我们看一下那些经济学家怎么说 这个安联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说呢 软着陆这种说法呢 越来越多人相信 传统的经济学家 是不相信你这样加息 由0至0.25 加到5.25到5 而不堪入衰退 一会儿呢 最后呢 我会解释给大家看 为什么 我是属于 大家如果有听我说呢 我是说了很多次 我觉得是不会衰退 是软着力的 现在呢 他呢 就认为呢 这种的说法 在那些经济学家 和投资人士之中呢 这种说法呢 越来越有势力 大家都觉得呢 美国呢 是soft landing 而美国的股票的走势呢 是非常之好 这个是 好了 这个 前联储局主席 这个人 他也是一个 一个投资银行家 现在 他呢 就说呢 市场 关注美国 将会在明年三月降息 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呢 你现在七月加息 今年呢 就不会再加息了 加完七月二十多 大家的Census 你会见到 那个 那个 通胀是回得 比任何人想象都快 而因此 明年三月呢 就可以开始减息 那这个呢 就对那个市场呢 是很好的 这个是 预期来的 这个 Paul Brutman 来讲一下 我听听Paul Brutman的解释 Paul Brutman 是我非常信服的人 他说 软着陆 现在的看法呢 那个机会呢 是高过 这个经济水平 在这样加息的情况 几个月前呢 你认为是软着陆呢 大家认为呢 这个是 难以置信的东西 这个是 难以企及 现在呢 这个机会呢 就很大 他说 这样的 为什么其实是软着陆呢 他呢 就不用你们那些数 他呢 他呢 他有个消核心指数 他呢 就 是在 核心指数上 排除了两样东西 就是 那二手车 还有 这个 房屋的费用 为什么要排除 房屋的费用呢 因为房屋的费用呢 是滞后的 你想想 你占一张租药呢 他最低限度呢 都长了一年 所以 现在 你给的 shelter的费用呢 还是反映着一年前 那个租药的升幅 这个是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不是现实来的 这个是 这个是制后的 他那个非核 那个 超级核心指数 这个呢 就是呢 过去那六个月呢 只是增加 这个 3个percent 而已 而最近 那三个月呢 只是增加1个percent 而已 所以 他觉得 这两个factor 是被overrate 一个呢 就是shelter 因为这个数 这个数目是制后的 第二呢 二手车呢 就很depend on 那个 车厂的出车的数目 车厂如果新车出得高的时候呢 刷得快的时候呢 二手车的价钱就下跌了 而这个 为什么 汽车会增 那时候汽车出产不到 二手车这么贵呢 就因为汽车是一个 产业链很长尾的产品 就是一个产业链很长 any disruption 都会导致 那个 汽车的生产中断 这个2021 2022的汽车的生产不足 就导致二手车的价钱呢 就非常贵 那现在呢 那些汽车呢 已经是恢复正常了 那所以呢 这两个factor 如果 他已经预先统计了 正在回落中 如果不计这两个factor呢 那就很明显 那通胀呢 就是会回落的 这个 好了 那是不是一定这个soft landing呢 有三个factor 还是账外的 第一个factor呢 就是呢 就是呢 这些数目字呢 是初步的数目字 会不会作出大幅度的调改 所以 结果 校正的时候呢 是没有现在想象中那么好 这个 这样呢 就可能呢 就是继续衰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呢 这个 现在呢 表面 这个是 那个 似乎 第三位 不用衰退 但是呢 并没有保证 那个衰退呢 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Paul Guttman 就是 就是 有广道这个 为什么这个衰退 还会 这个 还有可能发生呢 就是因为呢 就是呢 那个工 是继续 加得急 而这个联储局呢 是采取过急的限制措施 如果联储局 再采取过急的限制措施 对经济加以限制呢 美国依然是可能进入衰退 第三呢 那些人说 你把通胀由7%压下4% 和比起它由4%压下2% 是不同的 由4%压下2% 是困难的很多的 它是困难的很多的 那于是呢 我们说回之前的经济学家呢 就有说 他是担心 美国联储局 就是要将 那个通胀压下2% 甚至是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加息 在收仁金 他说 这个呢 是senseless的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2%呢 他说2.7%和2%有多大分别 你不会 他会为了将通胀由2.7%按下去2% 再弄了很多限制性措施出来 令经济陷入衰退 这个呢就是他们担心的 那on the whole 我们发现呢 其实这个经济 这个通胀放缓呢 是因为 两个factor的放缓 一个factor呢就是 这个疫情的disruption呢 是放缓了 疫情的disruption 包括那些人不愿意做事啦 work from home啦 这个产业链的帐外啦 令到交不到货啦 这些factor放缓 那通胀就放缓了 那个通胀 是因为疫情的disruption 所引起的 因为 那些 比如说 那些货去到马后 拖不出来 于是呢 就加价 因为那些肥料啊 用农药啊 和那些食物的运输啊 出现disruption 所以食物的价钱呢 就很贵了 这个factor 是几乎消失了 那个运费啊 那个货柜的运费呢 是跌回去疫情前一样 现在呢 是运得很smooth了 那就是 还有什么 未能够恢复的呢 就是呢 那个 聋 参加劳务的人口 还是减少一百万 这个呢 就会令到 人工呢 是更有更高的stickiness 那个价幅 更有更大的stickiness 但是呢 这个factor 如果 那个劳动力 是再重新投入的话呢 那它徹底overcome了 这个 是第一个 令到通胀怕跌的factor 第二个 就是和乌战争的factor 和乌战争 这个factor呢 那个 那个 那个世界呢 又适应了 结果呢 俄罗斯呢 又同意 这个乌战 继续出口粮食 你要知道 凡是这些 这样的disruption 呢 这个战争 经过几个月呢 他们就扔到白袋 解决了 做生意的人 就是怎么样运些粮食啊 于是呢 他就走第二条路 最多是贵一点 就不会供应不足的 俄罗斯和乌战争的粮食呢 都可以出口的 比如说用多些火遮运啊 用truck运啊 运去波兰才装船啊 之类的东西 或者运去罗马尼 就是这样 那个市场啊 是会想办法 overcome这些东西 而你看到呢 最好的代表呢 就是那些能源价钱的 大幅度下跌 欧洲 已经可以不买俄罗斯的石油 而世界的 这个石油价钱呢 这一轮反弹了一点 都是80元的 早一轮呢 就去到70元 这个布拉特原油是 俄罗斯的石油呢 是卖35-40元左右 这个其实是 那就是 石油就是这样啊 天然气呢 哦 不过呢 几乎呢 就戒了毒癮 现在呢 夏天呢 就在吵气了 那就是全部呢 都是由挪威 和这个 加拿大 美国卖回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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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呢 很麻烦的 石油气出了 如果 不卖出去呢 是没有地方放的 就要放火烧了 那些石油气的 这个呢 就是非常肚苦的一件事 那些天然气 影响到天然气 那这两个disruption 那战争的disruption 就是在 这个能源 和这个 糧食 它呢 现在也都 overcome了 这个呢 已经back to normal 这两个我说的factor 令到引致通胀的 一个因为疫情的disruption 一个因为战争的disruption 都overcome了 于是通胀急剧下跌 很快下跌 其实 和联储局 加息有多大的关系呢 我相信 加息呢 加德顿急 是有帮助 但是呢 不够上述 那两个factor 大 只要这两个factor back to normal 这个世界back to normal 的话呢 那个通胀就会消失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各位网友 台风 是不是打风 不是 台湾风起 今年夏天 人潮带来无限驚喜 23年7月16日到7月31日 就是7月下半个月 有大量台湾直送的新款冻品进铸人潮 而且是竞减 台湾有丰富的鱼产资源 生产高质量的海鲜 各种鱼类和海鲜非常鲜甜可口 想起都流口水了 今次有什么呢? 听清楚了 台湾分芯鲜蝦生态养殖 去刺的膝木鱼鱼肚 膝木鱼是台湾名鱼 140克 原价40元 台湾分芯鲜蝦 膝木鱼珍猿 300克 原价25元 玉江鲜蜜 膝木鱼肚 80克 原价23元 台灣玉江鲜蜜 膝木鱼皮 用來陸足好吃 300克 原价29元 台灣海里堡 膝木鱼肚 280克 這個就是70元 全部買1送1 哇 23元還買1送1 你說怎麼可以不吃呢? 台灣澎湖的切片的新鮮小卷 小卷就是魷魚 150克 原價38元 減到32元 海塞敏仔魚 120克 25元 變成20元 台灣澎湖的海塞 膝木魚丸 用膝木魚來做丸 150克 原價25元 特價20元 野生蟹腳肉 150克 原價90元 特價75元 加民生技的極鮮鵝肉丸 這個極少有的 鵝肉做丸 原價63元 300克 挺重的 特價52元 台灣澎湖 九母魚丸 150克 用九母魚做的 原價34元 150克 特價29元 這個就是 他們的湯 是用台灣很濃的 放生的 土雞 在山上的土雞 是值錢很多的 500克 原價25元 特價20元 台灣田家 千層拉餅 440克 四個 原價38元 現在29元 有蘿蔔絲 韭菜 蔥鹹 地瓜 和紅豆 天氣熱 熱 最適合吃不同的丸 綠碗粉麵 就很好吃了 這個就是 流口水的 特價日期是由7月16日到7月31日